草屯康健生计公司遭人持枪闯入 四个人被开枪身亡 遗体被送到南投兵力馆 法医所X光勘验车也直接开到这里 要确认四名死者体内是否还存有弹头 四名死者分属四个家庭 康健东座赖敏南的弟弟也遭杀害 妻儿赶来忍着悲伤 要向检察官说明他们知道的状况 亲友说70岁的老人家几年前刚从国外回来 在南投买快递种有机蔬菜 本来想移养天年却被杀害 董事长赖敏南的女儿也命丧腔下 亲友唏嘘 因为她罹患乳癌 上周才到台中开刀 本来15号要回诊拆引流馆 努力抗癌的人生却再遭逢不幸 可恶 这个家肯定要这样 整个都破坏掉了 而被杀害的还有两名公司干部 一名是刘姓元毅客长 资历已经超过30年 深受董事长信任 认识的朋友说刘客长的女儿 也在同一家公司上班 第四位死者是张姓会计 家属无法理解 难道真的只是因为他曾上法院 帮同事作证 就这样被凶手盯上吗 家属来到公司门口招吻 满肚子问号 眼泪流不停 高检署检察长也赶来兵尼馆 强调要给家属安慰 但他也是刑案实职总指挥 家属更想知道 为什么光天化日之下 家人会无辜命丧枪下 TVBS新闻中部综合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